我馬上帶你來關心 臺北市長選戰最新的狀況 今天花博這邊是相當的熱鬧 因為包括是藍綠白三方的 臺北市長候選人 以及臺北市長柯文哲 都來到了這邊來參加活動 但是近期呢 有一份消息是傳出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可能要合作 用新竹換臺北 也就是說呢 讓民眾黨的高宏安在新竹當選 來換說這個國民黨 在蔣萬安在臺北能夠勝選 有沒有這樣的消息呢 來聽一下柯文哲的最新說法 我想他也沒有出席了 不過這樣啦 對於臺北的選情 我的看法是這樣啦 就是說當然選舉有這種意識形態什麼的 不過臺北市的選 臺北市終究還是臺灣最先進的城市 所以我覺得臺北市的市民也最理性 所以我當然希望說 反正就在三個候選當中 選一個你覺得當臺北市長是 對這個城市對這個國家 未來的發展是最好的 那你要說很好 一定支持黃珊珊 對 好可以聽到 其實柯文哲是否認這樣的傳聞 他說這樣的傳聞其實一直在上演 那搞氣保是很沒有消息的 他也表態說一定會支持黃珊珊 那他怎麼評價另外兩位候選人呢 他說像陳時中一開始呢 出來選的時候聲勢相當的浩大 但是後來經歷一些爭議之後呢 就沒有這麼的高支持度了 那至於蔣萬安呢 他是說好像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候選人 他是說蔣萬的存在感很低 那在立院的時候呢 也都不太敢衝撞 只願意躲起來 以上是現場哲學狀況